台南新光三越西门店的小西门广场 一是消防系统故障 30号晚间突然异常喷水 导致地下一二楼好几个柜位都遭到波及 天花板不停漏水 位于地下一二楼的牛冰场 也被网友戏称变成了游泳池 或是清水广场 民众拍下影片直呼好夸张 业者紧急抢修 大约半个小时排除故障 不过不仅顾客被喷到 受波及的服饰 餐厅鞋子等柜位都很惨 客人刚好在旁边 刚好都不会溜到在旁边 大家都看到 客人有没有要退票之类的 没有 划冰场这个 可能是让它重结这样子 卖皮鞋的柜位空荡荡 被水喷到的鞋子全都收起来了 店员还得忙着仔细检查 还有没有鞋子遭殃 中间沙水 然后最后就撒进来里面 然后其实全部都是水 就全部都是皮鞋 所以比较怕水 所以我现在正在做检查 在周年庆期间 还在盘 因为现在我就没办法接客人了 一直要整理完为止 现在可是正值百货公司周年庆 无法营业 业者损失惨重 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百货公司 怎么会说会让那个沙水系统 没有定期的在维护 安全性的问题 百货公司是不是要好好地检讨 百货公司疑似消防系统 出问题大喷水 业者直呼很凄惨 民众也对安全维护 大大问号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道